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台办等时部门 近日联合出台11条助力台资企业应对疫情 复工复产和投资发展的政策措施 5月20日,厦门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吴嘉莹 接受采访时表示 11条措施给了广大台商台企很大信心 就像吃了定心丸 助力台资企业的11条措施中 不仅提出要帮扶台资台企复工复产 推进重大台资项目 还要积极支持台商台企增资扩产 促进台资企业参与新型和传统基础设施建设 从全局到细节规定了对台企的服务工作 在集成电路方面还有工业软件方面 信息系统等基础设施都没有给予限制 都对我们台资企业的发展 在做一些的转型的升级 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11条里面 这些高科技的产物基基础 对我们台资企业来讲是帮忙非常非常大 开放之大是超乎我们想象的 吴嘉莹表示 在当前疫情对企业带来影响的关键时期 这些措施具体可感 不仅非常及时也非常难得 个性化的台企服务措施 是我们中小台企在人力财力用地审批流程等方面 获得具体的扶持内容而解决在实际上经营上的问题 这些对我们台企来是影响最大的 当然同时这11条政策还为我们中小企业的台企 转型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协助台企进行增值扣散 这个东西对我们台企来讲非常有实际的效益 在吴嘉莹看来 此次新发布的11条措施 是进一步落息落实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31条措施和26条措施的暖心之举 烘热了每一个反下台商的心 能够颁布这11条来关心台式企业的发展 还有关心我们台胞的各方面的福利政策 我觉得真的在我们祖国大陆发展的台湾同胞来讲 台资企业都会感到非常幸福的 据厦门市台港澳办透露 疫情下厦门精准失策 促进台商台企复工复产复试 目前2501家重点台资企业已全部复工 其中包括268家规模以上台企 和127家高技术高成长和高附加值台企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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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